红色的木材运输车 卸下了木材 这次上面装的是什么呀 两个长长的玩具车模型 一个绿色的 一个是红色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红色的吧 红色的车子呢是洞车 但是是洞车上面的消防车 也就是救护车 这是门可以打开的 这个门的开关呢也在这边 尖尖的车头 车子启动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绿色的车子 这个呢是老式绿皮火车 也是内燃机火车 它的门呢在这里 这是一辆开往 从北京开往上海 从上海开往北京 的车子 老式绿皮火车 再来看一看这辆运输车呢 这是一辆木材运输车 车厢呢像一个平板车厢 很长 装的东西会很多 上面的柱子呢是可以挡住木材 装上木材呢上面用绳子一捆 木材会稳稳的在 车厢的里面不会滑落下来 木材运输车 绿皮老式火车和核心